Hello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阿貝 4月初的時候我又再一次去了東北地區 除了必定會去仙台吃仙智郎牛舌外 重點憑情就是去上櫻 真是非常開心 分別去了宮城縣、山營縣、岩手縣和秋田縣 現在就等我分享8個東北地區很美的櫻花景點給大家 喜歡櫻花的你記得好好收藏這條片 我們第一個來到的景點就是 宮城縣白石市的白石城 由白石站走過來大約10分鐘便會到 如果由仙台站走過來大約1小時 現在進去吧 日本東北地區這麼多個縣裡 宮城縣是相對開花比較早的地方 每年的4月初就會開花 我去的日子就是4月8號 開花程度大約6至7成 白石城是位於益江公園裡的一座城堡 進入公園範圍會見到 不少人已經準備好夜餐戰 一邊吃東西一邊上櫻 非常捨意 不過相比其他熱門的櫻花景點 這裡的人流不算太多 所以可以很舒服 慢慢地 悠閒地地和櫻花打卡拍照 這裡種植了超過300棵櫻花樹 包括著名的掩井吉野櫻 垂枝�櫻和八重櫻等多個品種 而兩點是櫻花滿開的時候 白石城會飄浮在一片粉紅色的花海之上 但我去的時候由於櫻花還未滿開 所以就看不到 而白石城曾經是伊達正宗的重要手下 片倉家的嘉誠 雖然在1874年已經被拆除 但在1995年3月 重新建造起來 這個樓高三層的白石城 屬於重新建造後最高和佔地最廣的 日本木造城樓 上到頂看出去的景色非常廣闊 非常漂亮 可惜天氣太多雲 有陽光就可以令櫻花景色 進一步昇華 白石城過後 我要和大家在一個全日本最棒的賞英地方之一 就是面積非常大 還值超過一千棵櫻花樹 而且擁有一條特色小火車軌道的 船江城市公園 春天的時候 小火車穿梭在站放中的櫻花海之間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夢幻 大家可以排隊乘搭小火車 不過我溫馨提示 櫻花季期間等候的時間是至少45分鐘 所以不如用10分鐘的時間走上山 沿途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櫻花開得很燦爛 而不同位置都會看到小火車經過 是一條值得大家走的步道來 但還有另一個溫馨提示 就是步道其實都很斜 走的時候會累的 好 得到了 貧路的腳骨力 終於上到來 看到這個很壯觀的觀音了 但是呢 在這裡的重點其實不是觀音 是那一套 給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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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夢幻的天然粉紅色畫面 慢慢的河川 配上兩旁連綿的櫻花樹 實在令我非常陶醉 令我非常感動 公園另一邊的展望台 聲稱可以看到狀王連綿 但是… 實在太多暈了 不過告訴你 原本的電影報告是說 這一天是下雨的 所以最後沒有下雨 真的很感恩 公園面積非常大 現在我們先去另一個展望台 這是一個不得了的展望台 因為是可以看著長達8公里 超過一千棵櫻花樹 沿著八石川兩岸延伸的一木千半櫻 而且這個位置還會有電車洗過 可以同時捕捉到櫻花和電車同框的美妙畫面 公園是有連接著柴田千英橋 大家可以很方便地過到橋的位置 那條橋 看到很多人很熱鬧嗎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 嘩 到了 看看 嘩 好美 就算不是鐵路迷的我 也忍不住一等再等 和一班人一起捕捉這個櫻花電車合一的夢幻瞬間 如果大家來日本上映 這個地方我真的很推介 它是一個可以令你很充實很忙的地方 因為實在有太多美妙的畫面等你捕捉 最後就讓我到櫻花回廊散散步 感受一下被櫻花包圍的感覺 工成縣的智波燕神社和鹽造神社 是兩個相連一齊的神社 一個是供奉著作為農業守護神的智波燕大神 另一個是供奉著濟鹽之神 鹽土魯翁神 他們的共通點除了可以保佑平安之外 還可以在櫻花季節看到很漂亮的櫻花 雖然這裡的櫻花數量不算很多 但會發現好幾棵櫻花樹都是非常雲偉壯觀 我很喜歡這裡人不太多 很清淨 可以好好給周圍的樹木神明插足電的感覺 在鹽造神社裡還有一款神社限定的櫻花品種 叫做鹽造櫻 它是屬於八重櫻的一種 花朵很大而且顏色鮮艷 盛開的時候每朵花都會有35至50塊花粉 可惜開花的時期是5月上旬 所以我去的時候就看不到 在宮城縣最後一個常鷹地方 站於仙台市中心西面 交通很方便的仙台西公園 看看是滿開的櫻花 非常漂亮非常壯觀 在公園裡大約種植了200棵各種各樣的櫻花樹 經過5天旅程的觀察 我發現東北櫻花樹有很多都很矮的 可以很近距離地與櫻花對望 最重要是可以很容易地跟它們合照 每度櫻花季節 西公園都會設置花見廣場 很多人都會帶備野餐墊 聚秀一堂 一邊上櫻一邊開餐 旁邊還有很多小食餐檔 連繩一排 真的很熱鬧 接近傍晚時分 這裡的燈籠還會亮燈 所以晚上可以見到 有燈光加持的迷人夜鷹 鶴江公園位於山營縣鶴江市 第一座修建在鶴江城為止上的城市公園 保留石牆和護城河 在這裡可以感受到鶴江城的昔日風彩 整個公園的範圍都非常廣闊 是山營縣仇屈一指的上櫻聖地 而且入選為日本櫻花名所一百選 公園裡櫻花主要是以掩井吉野櫻為主 另外還有八松櫻、垂櫻等 總共大約730棵櫻花樹 在我4月11日去的時候 這裡的櫻花其實只開了大約六至七成 但在陽光之下 就算不是滿開 這裡的櫻花也實在太美了 因為大家看到我之前拍攝的 大多數時間都是很多雲 所以在這裡覺得很幸運 非常開心 而最重要是當日的人流不算多 另外可以在一個很輕鬆很自在的氛圍之下上櫻 我是非常喜歡這裡的 日本東北地區的範圍很大 所以不同縣份的開花時期都不同 正當工程縣、山營縣的櫻花開得燦爛之時 在另一邊上的岩手園 其實是尚尾開花的 但我也很想介紹這個位於岩手園中部的北上展勝地給大家 這個地方是很多人去過東北上櫻之後 都會眼前一亮的地方 因為這裡有一條長達兩公里 中值了大約一萬棵櫻花樹的北上川河暗報道 沒錯是一萬棵 不過聽到也覺得很誇張、很震撼 立刻給大家看看這裡盛況燦爛的樣子 這裡的開花時間是每年的4月中至5月 所以4月初來的我們 就只有這個畫面 大家真的要記住這個地方 下次櫻花季節就找回正確的時間過來吧 正當岩手園都未開花的時候 秋田園竟然有一個公園開了兩至三成花 這就是位於仁賀寶市的細緻公園 很喜歡這裡沒什麼人之外 還可以同時欣賞到湖面的寧靜 以及鳥海山頭覆蓋著雪的壯觀景色 真是美得不得了 坐在這裡有種舒服到不想走的感覺 公園裡大約有1,000棵的染症吉野嬰 門開的時候一定非常美 來到秋田園最有名的常嬰地方 一定非國館的無家屋夫通幕屬 但一如所料 我4月初去的時候 櫻花是未開的 因為國館的花期是每年4月下旬 直到5月上旬 那現在不說那麼多了 讓大家看看這裡滿開的樣貌是怎樣 是不是很美呢 這裡最大的特色 是擁有總共162棵 被指定為國家天然紀念物的枝垂嬰 是屬於櫻花的稀有品種 滿開盛況就像一個櫻花瀑布 跟其他櫻花景點很不同 而國館這裡也有六澳小京都之稱 以保存完整的武士住宅文明 部分住宅是有開放 給大眾付費參觀 裡面也有維持著江湖時代的昔日風貌 告訴你 有新之年 我一定會重游這裡 我要一島壯麗的櫻花瀑布 哈哈 這次來秋田園 不只看櫻花 我還去了很多我第一次去的地方 讓我多分享一點給大家 首先 離開國館之後 我成立了可以說是秋田最知名的鐵道 秋田內綠線 這條內綠線的車輛顏色總共有7款 今天我們遇上這輛綠色列車 車廂內充滿著很多秋田圈的可愛裝飾 連椅子的模型也是秋田圈 沿途可以慢慢欣賞到秋田原來壯麗的自然景觀 包括沙蜜、農田和河流 秋田內綠線最熱門的乘搭時段 就是秋天紅葉期間 和冬天變成銀白世界的時候 鐵道全長有94.2公里 合共29個站 今天我們只搭到松葉站就下車了 松葉站就是整條線 最靠近田澤湖的車站 田澤湖是我一個很期待的行程 因為一直文明已久 知道它面積非常大 是日本最深的湖泊 而且還是永遠不會結冰的湖 在田澤湖的北邊 有一個很著名的神社 叫做御作石神社 這裡供奉著變成龍神的神子基 我知道傳說神子基 因為過分追求美貌而變成龍 因此這個御作石神社 是以美的守護神而聞名 在這裡拜拜 可以保佑大家 青春尚駐 年輕貌美 我祈求完神明 保佑我永遠青春之後 我們就去到最美的位置了 在這個大好晴天之下 超大個紅色鳥居 再加上閃閃發光的湖水 這個畫面真漂亮得不懂形容 這個位置有令我想起雙根神社 但那邊有很多人 這裡很少人 感覺還壯觀很多 因為湖面實在太大 看外面還有雪山景色 神社過後 我們去看田澤湖最色力槌的 金色神紫像地標 大家應該對它也不會陌生 因為幾乎所有有關田澤湖的照片 都會拍這個位置 另外還想介紹一個 可能是田澤湖限定的啤酒給大家 就是龍角散味的啤酒 就是在神紫像對面的商店可以買到 我會形容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特別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試一下 雖然我的櫻花之旅不算很圓滿 因為很多櫻花都還未開 但是我去田澤湖的那天 遇到這麼好的天氣 我真的覺得無憾 看回這個畫面 我又覺得很感動 嘩 美得扔了一整 神經病啊 錢澤湖的魅力 真的比我想像中更加之厲害 而這個旅程 其實我還去了很多不同的東北景點 入住了幾間不同的溫泉旅館 但這些畫面資訊 今次我嘗試拍view 放在IG給大家 所以大家就快點追蹤我的IG 那這個旅程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分享 那我們就下個旅程 下條片再見了 Bye Bye See you 下條片